好 雨萱 今天其實大家都在等待的是 立法院裡面國民黨到底是要讓幾席 交為給民眾黨 結果沒有想到他一席都不讓你意外嗎 不意外啊 因為我大概財政委員會那時候我就講了 我說會玩這個倒霉鬼遊戲 反正輪完一輪之後 最後搞不好沒有一個人要 結果真的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各位啊 為什麼我不意外 因為這一次我覺得這個劇碼好看在哪裡 以前我們都講柯文哲是詐騙集團對不對 結果今天不一樣是詐騙集團遇到金光黨 你說國民黨是金光黨啊 對對對 就遇到同行了 本來柯文哲還想說 這個太好了 我跟你講 苦惱一件事情 國民黨裡面現在每個人都不相信我 到底該怎麼辦 找一個人當我破口來突破對不對 他找到的破口是誰 誰是破口 傅崑啞嘛 人家說你總召耶 總召很大耶 黨官都一直在划耶 對不對 所以想說以為自己逃到飽了 結果你知道他搞錯這件事 犯了什麼事 他其實遇到同行了 遇到同行 遇到同行了 又會逃到飽 來我各位一個一個寫 SIS我給你聽嘛 原本柯文哲是不是寄望說 跟傅崑啞合作 那傅崑啞第一時間跟韓 這個韓國瑜要競爭什麼 立法院院長啊 對對對 就後來有沒有失敗 有失敗嘛 各位你都不要忘記囉 藍白破局之後 第一個遞出橄欖枝 說要接受四大改革 說要接受黃國昌 說要接受民眾黨是誰 這傅崑啞嘛 所以那時候柯文哲有的時候 我眼睛為之一亮 他被騙第一次 因為傅崑啞玩假的 柯文哲也會被騙就對了 沒有要選假 沒有要選真的 再來第二次 怎麼騙的 傅崑啞原本說 我要聽你民眾黨提案啊 各位忘了嗎 臨時會說什麼16號就要開議 然後說什麼要怎麼樣加開 那個時候民眾黨說什麼 送案嘛 是不是送案 那國民黨是不是也送案 傅崑啞也送了嘛 要加開嘛 結果後來傅崑啞怎樣 把案子抽了 抽回來了 趁你不注意抽 抽屜把它抽出來 要騙你柯文哲第二次 結果現在召委選舉 確定了 義無反顧騙三次 結果這個被騙三次的 不是國民黨 是柯文哲 柯文哲被傅崑啞騙三次了嘛 本來以為說 趙偉講好了 以為你很有power嘛 結果從頭到尾 傅崑啞有沒有能耐 第一件事情 過去的總召有能力 掌控黨團的唯一一個人 叫做王金平嘛 王金平為什麼可以 掌控國民黨黨團 因為他有錢啊 有權啊 有利啊 而且可以喬事情嘛 索爾立委需要拜託他嘛 那是日積月累下來的power嘛 那我就請問 傅崑啞能跟王金平比嗎 他這個總召能跟韓國瑜比嗎 沒有辦法嘛 他沒有對於黨團 沒有實質上控制的影響力嘛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 第一時間不知道 又被他騙了 以為說總召很大 他可以划輸 因為你看啊 所以你懂了嗎 為什麼要吃那個飯 副文哲在電力 你看我給你吃這個飯 我很厲害 我代表國民黨來跟你講 對不對 講完之後什麼黃珊珊 孔孟凱講的煞油騎士 結果是什麼 全部都腐爛的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共識營 共識營是傅崑騎 讓說服柯文哲 要賣給柯文哲的一個好產品嘛 結果後來被人家撩撩起來說 共識營沒共識 再來第三件事情 柯文哲到什麼時候才發現 自己被傅崑騎騙了 什麼時候發現的 到交通委員會的時候 因為你看喔 財政委員會 原本兩邊講好了嘛 對不對 財政委員會要讓黃珊珊出來談嘛 其實就是要讓黃珊珊當招委嘛 就半路殺出一個陳咬金 賴士寶 弄一個捧殺 這時候柯文哲注意到什麼訊號 不對耶 你復婚幾天賴士寶都搞不定了 你這什麼總招 對不對 那到了陳學生更離譜嘛 不對耶 你跟我講交通 你放話都放話 放話說交通喬定了 他放給誰聽 柯文哲聽了嘛 結果說打開來看 陳學生說什麼 說我不知道耶 他說他不知道這件事情啊 到了下午才溝通 後面才惡補的 那整個所有裡面的委員 沒有人一見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後來終於搞懂了嘛 你復婚幾根本是跟我是同行嘛 對不對 魔高一絲道高一丈 本來我想要框你復婚幾 絲米豆腐 裂解你國民黨的 就沒有想到我被騙了 以為你是一個黃金 沒想到是一個玻璃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玻璃嘛 沒有實質權力的總招 好不好 就演到了這邊 你以為就這樣結束了嗎 就這樣完了嗎 沒有嘛 結果你看 復婚幾後來還做什麼 跑出來跟大家還弄一個 最後一個轉場 說沒有啦 我跟各位講 國民黨我們早上 還特別要召開一個黨團會議 然後來跟大家報告 我跟各位講 裡面根本什麼也沒談到 什麼也沒談到 很快嘛 30分鐘就結束了 這黨團會議 對 就是大家都反對嘛 就是沒有意見亂七八糟 我跟你講 你要瞧事情是什麼 是我民眾黨要來 國民黨要來 兩黨直接坐下來好好對接嘛 好好對談嘛 那請問有沒有這樣子 沒有啊 根本沒有嘛 所以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所以後面全部都變成什麼 公告 就隨便空談 所以各位 不要太過於相信 因為現在復婚祺跟柯文哲 這兩個人鬥法 但是國民黨站在旁邊 你知道這 所有的立委都很聰明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嗎 騎關山 看兩個金光黨 在那邊鬥法 不是看要認識 是金光黨鬥法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太瞭解 傅婚祺了吧 這五十幾個委員 仔細聽他們怎麼講 我們都尊重黨團意見 黨團有什麼意見 我們就遮認同 對 那請問傅婚祺 等不等於黨團 不等於 對嘛 陳婚姐你都懂了嘛 傅婚祺又不是黨團 黨團是什麼 我們所有的大家嘛 多數人大家的意見 對 所以講白話就是說 我們傅婚祺說的不算嘛 我們大家說的算就一推二五六 我推你 你推我 司法推財政 財政推交通 交通推未完 最後推一推 大家打完一個太極之後 什麼也沒發生 國民黨這些委員 早就摸清楚底細 很清楚知道傅婚祺 只是在說空話 那講最後一點好了 那你想韓國瑜有沒有任何動作 韓國瑜根本就沒什麼表態 從頭到尾 昭偉選舉沒有說一句話 如果說昭偉 真的會讓給民眾黨 私情出大條 代表傅婚祺會做老大 會跟韓國瑜叫反 那韓國瑜怎麼半句話都沒有說 因為他知道嘛 從頭到尾就是拔責的嘛 大家看好他嘛 就像詐騙集團打來說 媽啊 救了 然後你回她說 唉唷 你玩了嗎 大家都在演戲 不要太認真好不好 所以吳董 其實你跟傅婚祺是很認識的 你昨天說 傅婚祺他其實就是苦情男主角 他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啊 他爭取這個 柯文哲的關愛眼神 關愛的眼神 這爭取到了 所以我昨天已經敢這種 在這個本節目裡面 這種敢用百分之一百 不可能有招偉的可能性 我用百分之一百 萬一今天如果投出一票的話 我馬上被打臉 為什麼我那麼有把握 而且你昨天是非常篤定的說 不會讓 對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這個我早就知道不可能 理由很簡單 剛剛其實 雨萱談話裡面有一個玄機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國民黨的黨團的主導者 到底是誰 是傅婚祺還是韓國瑜 很簡單 只有一個老大 天無二日 所以這裡面如果老大是韓國瑜的話 那傅婚祺演了半天都是白演 很簡單 今天如果真的是投出一席招委 讓給了民眾黨 那是表示韓國瑜被架空 很簡單 就傅婚祺講的算嘛 那韓國瑜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嗎 不可能嘛 韓國瑜 你不要看他這邊嘻嘻哈哈 跟你這邊講話嘻笑辱罵 跟你胡說八道 然後講話勾肩搭配的 包括AIT的主席 AIT的處長他也看勾肩搭配 對 可是韓國瑜在搞鬥爭 這方面的話 遠超過復婚祺 那你是說現在國民黨 在立法院裡面 他們仍然是在暗潮汹湧當中嗎 當然是 因為只有一個老大 現在很簡單 三個人要爭立法院老大 一個是韓國瑜是老大 第二個人是夫婚祺老大 第三個叫朱立倫 朱立倫跑去刷黑卡有沒有 他刷黑卡就告訴你說 還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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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不斷的 都是跟立法委員有關嘛 是 對不對 所以三個人都在搶在 立法院的這個鏡頭面前搶鏡嘛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那裡面當然第四個 更徹底的就是柯文哲 根本就坐進去 他在裡面睡進去嘛 對不對 他裡面散步很久 莎莎 跟吳思瑤的莎莎搶會議室嘛 莎莎 莎 都不知道他什麼 反正吳思瑤的小狗啦 大狗啦 所以柯文哲的境界不一樣 他就跟狗去搶位置嘛 對不對 那跟這個整個事情就是要搶 立法院的主導權 但立法院主導權是誰 誰最關心 你知道嗎 對 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注意到 所以你看到柯建民這一次 也是不斷地激情演出嘛 對 不斷地在那邊拚命啊 然後每天罵人 吵架 難聽話 講一大堆 把黃國昌臭的啊 臭到無以復加程度 結果把黃國昌現在去哪裡 如今安在 黃國昌人間真發了 垮掉了嘛 所以這個柯建民白忙一場 他本來要殺黃國昌 跟討好賴清德嘛 結果冒出來一個柯文哲 自己跑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都在演戲 都要是權力鬥爭 都是有一個目的 都是要爭取到 賴清德的關愛眼神 因為只有總統 才能夠掌握國家資源 讓你去做政黨協商 用的資源的籌碼在他手上 因為這些人選了立法委員的目的 他們要服務選民對不對 對 很簡單嘛 那我修喬鋪入公共建設 要不要錢 要啊 那誰能拍板 總統拍板嘛 是立法行政院長是假的 最後的結果 還是總統 所以只有總統 才能夠釋放資源出來 來調整朝野協商的最後定論嘛 是不是這樣講 我現在朝野現在開始拼命打架 打了半天打什麼東西 打公共建設嘛 打服務選民 打選票不是這樣子嗎 那最後誰能拍板 還是賴清德 所以賴清德還沒有上場啊 這些戲演的 通通是假戲 當然這個我們宇軒兄 這個年輕 這個判斷能力更強 一看到看到一個金光長 跟一個什麼黨啊 跟一個詐騙集團 這兩個真相 但是我認為啦 傅崑奇不是金光黨 傅崑奇跟我30年朋友了 他不是金光黨 他有50幾席嘛 對不對 他只是要他的50幾席 他是錯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他在花蓮的共識營的時候 如果他刷他的黑卡的話 情況就改變了嘛 原來是忘了帶黑卡 當然是這樣子 怎麼可以讓人家有黑卡呢 他的白卡都出來刷一下嘛 對不對 所以傅崑奇少刷了一次卡 變成今天再碰到滑鐵盧 我認為這個原因之一啦 也是花蓮的招待不周到 所以靖平 即便說呢 今天傅崑奇可能少刷了這麼一次卡啦 吳董說的啦 但是其實 傳出他其實到了今天早上 他還沒有放棄喔 可是為什麼今天最後出來 國民黨還是一席都不讓 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傅崑奇啊 他一個人一廂情願 然後再加上一意孤行 那今天早上的這個黨團會議 其實就是在會裡面 已經感受到這種炮聲隆隆 然後這種壓力之下的轉彎 所以最後就乾脆自己找台階下 所以我才會用這八個字 一廂情願一意孤行 一廂情願就是一直在講說 藍營先釋出善意 跟這個白銀可以有合作的機會 那問題是白銀不買單 也不買帳 不太理他就是冷冷的 然後看你怎麼做啊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讓傅崑奇一直覺得 到底你要什麼 我們給你什麼 然後都不講清楚 所以今天早上其實八點十幾分 開這個黨團會議 因為他們九點以前一定要 到各委員會就要開始選召位 所以大概到八點五十分左右 所以我說三十幾分鐘 三四十分鐘就趕快開完 但是一開始開會的時候 傅崑奇說先讓大家 在裡面會中暢所欲言 這個閉門會議的時候 就有一個中生代的 這個國民黨立委 就直接跳出來說 這件事情燒了好幾天 他們背負著很大的壓力 尤其是區域立委 一票一票在各選區 單一選區兩票之選出來 這些區域立委 他們壓力很大 當然罵翻了 其實前天晚上 我跟幾個立委吃飯的時候 我也當眾跟他們抱怨吐槽 說都罵我們 還說要懲罰我們2026年 我還跟民眾講說 2026年是議員選舉 不是立委選舉 你們不爽立委幹嘛懲罰我們議員 要懲罰去懲罰 2028年他們還要選議員的人 要選立委的人啊 那立委當然又哭又笑的 不知道怎麼哭笑不得 只能說他們也很尷尬 贊成的 當時贊成說要禮浪的 後來都晉升都不太敢講話 因為沒有料到反彈力量 反彈聲太大了 反對了幾個 大家耳熟能詳的幾個委員 包括我就直接出賣他們 柯智恩委員 王宏威委員 這些都喊得很大聲 連他們都感受到壓力 他們說從頭到尾都反對 我問每一個委員 包括巧欣委員 我都反對 我都反對 就是不願意在他的委員 我也去禮浪就對了 後來接續發言的 幾個新生代理委員 也都持相容意見 最後傅昆琦才會在裡面講 第一時間太趕 約不上 民眾黨裡面有講要哪一個 然後感受到我們的善意 這樣就夠了 然後最後傅昆琦就宣布說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黨團會結束之後 然後大家回去各委員會投票 還是支持我們自己的同志 原來規劃的人選 全場響起一片掌聲跟歡呼啊 馬上讓大家覺得 欸 傅昆琦那個表情有點尷尬 然後最後就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才說 壓力下的轉彎不得不藍 那最後自己找台階下 就是這一連串好幾天以來的 這樣的一個寫照 所以惠哲人 真的是詐騙集團碰上的金光黨嗎 柯文哲真的 就因為立法院這件事情 被騙了三次嗎 哎呀其實就是花蓮王想要出山 出後山 結果出山不立好不好 今天我完全認同剛剛董事長講的 你那個當時宴請 把所有人從台北拉到花蓮去 你就是要透過這種方式 展現你的相關的實力嗎 結果你連卡連單子都沒有買好 沒有買好之後 我跟你講啦 誰付錢誰買單誰說的話算數 你連這個買單事情都落人後 人家會心想說 你這樣看好像沒說很穩的 那我現在如果我要選擇聽你的話 把這一期讓給別人的話 我不僅要跟我廣大的民意做對 我甚至還會冒著被我們的朱主席 點名做記憶 我還會被我們的韓院長認為說 到底實力法院誰是老大你看不出來嗎 你怎麼會跟著傅崑奇往前走 所以有在這種幾個討論之下 私盤私量之下 當然這一些委員們嘴巴都講 好啊好啊支持啊支持啊 聽黨團的 那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 你傅崑奇原來搞得老半天 你雖然是總召 但你是脆弱的總召啊 所以這時候洪孟侃講的那句話最對 他說如果沒有這巴西白銀的票的話 我們是脆弱的多數 結果你講都有兩個字脆弱 在後面兩個字錯不是多數 是脆弱的總召 因為只有你們這個總召 立不出這個黨團 黨團就是他們三個人 不過他這一次 剛剛董事長所講的 一路以來要幹嘛呢 就是對柯文哲示愛嘛 所以積極的示愛 這個示愛的結果 我跟你說 為什麼白銀這巴票 全部都投給國民黨 就是柯文哲告訴你 Roger it 我收到你的愛意了 所以我用我的巴西 告訴你這一票 跟你們合作 代表著 傅昆琦 我是買傅昆琦單的 所以未來任何 我認為其實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墊高了傅昆琦在國民黨的影響力 雖然國民黨絕大多數的人 他們第一個是韓國瑜 然後再來是朱立倫 我傅昆琦是第三 但是如果有了白銀這巴票 傅昆琦搞不好在黨內的影響力 會略高於另外一個人 但那個人是朱立倫還是韓國瑜 我就不方便說了 我們順時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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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付了